風雨的工作 除了武漢肺炎之外 國來近來也團出流感當前的病例 各期市自去年11月中開放公費流感疫苗接種 9万5千萬疫苗已經全所用完 為出各期市政府衛生局 特別向中央進出及提拔2千萬疫苗 由請接種的市民朋友 可以擁有全翁32間的合佑醫療技術接種 11月份到2月份是流感合法的規制 在流感後可能變化當前的紀律較高 因此事實在流感疫苗做好健康管理 是對抗流感最好的方法 同意市政府特別提出民主 除了要注意到武漢肺炎 更要檢視自己和家裡的人 是不是都已經完成到流感疫苗的接種 對抗武漢肺炎 當時也要注意到流感 流感疫苗在今年一月一合開始 50歲以上民主 比方50歲但是有本身一半的人 都是受於公費接種的對象 可以免費十多疫苗 同意市政府向中央進出 對加2千多的公費流感疫苗 歡迎民國59年自進出事的人 全翁32間合佑醫療運送來接種 9歲以下的兒子第一次接種 需要煮兩次 請民主來注意到以後接種卡 獨家已經接種的日期 也要趕快來完成 世新新聞突聽書王秀山 跟他一起採訪報道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 大家要記得這些習慣 量體溫 勤洗手 減少觸摸 眼鼻孔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拱手不握手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請戴口罩 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來 太陽年三次 分析 北邊 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